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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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 先讲一下背景 现在的话 主要的两个产业的两个趋势 一个是数据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针对数据的 数据加密的要求也越来越低 不光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各个行业 各个也都有自己的数据加密的 各个国家都在对于数据 有数据安全方面的考虑 所以说甚至是强制的 一些强制的规定 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能够 直接的原文的明文的进行存储 你在存储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取用的过程当中 必须有加密的 必须经过一层加密 所以的话 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的这个计算 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解决单算法的加密 或者是压缩这一类的问题上面 我们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说硬件的加速器 另外一种就是软件的加速器 在硬件的加速器上面呢 我们有用单独的板卡 或者现在也用GPU 或者专门的数据处理的DPU 然后另一种方式呢 我们有这个像通用型的服务器呢 会加载一些这个 设计一些片内的 片上的这个 片上的加速计算的硬件 比如说英特尔一直有 这个QAT的系列的加速板卡 然后像华为呢 在昆蓬920上面有专门的 昆蓬的加速器 提供这个废谷压缩 提供硬件安全加速 还有RSA这些的 这个AES这一类的 加密算法的硬件 专门的硬件加速 那在ARM平台上面 也会有其他的新的 新的ARM的厂商 在提供的芯片上面 提供这个硬件加速的能力 我们也希望说 有一种统一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至少在ARM生态圈里面的 这个硬件加速这样的能力 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 在除了硬件加速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软件加速 软件加速这里指的 主要说我们要么是通过 通过向量的指令 比如SI AMD这样的方式 要么设计专门的指令集 比如说Intel AES这样的 专门的指令集 像ARM的话 也会有ARM自身的 这个extension Crypto extension 然后呢 在相量指令方面呢 像ARM现在推出的 持续推出的 有SV1、SV2 然后呢 有FMX 专门针对这个矩阵 计算的指令 在Intel呢 他们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 Intel很早也有 这个256、512、AVX系列的更新 一直到最近 他们在统密到AVX10、10.1、10.2 然后各个厂商 CPU厂商 因为架构层面 都时速地在进行努力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问题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给定的 这个通用的服务器的平台上 我们如何把这个 硬件的能力和软件的能力 近最大的程度呢 发挥出来 就是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显然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一种 负载平衡 那我说负载平衡呢 可以有几个点 要么是在应用程序的层面 要么是在这个底层的加速和库 应用层面呢 这个属于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可能需要对应用的开发者 进行这个 亲入的 对这个应用进行亲入式的修改 这在某些这一方面 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 可能是一个负担 因为他除了要关心自己的业务 还得关注底层的这些 各种加速器模型 它们之间的这个使用平衡 不太友好 而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我们 它在中间的某一层 提供一种这个 负载平衡的组件 在这里借用昨天 在这个字节的一个同学演讲里面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面对 我们有很多的业务 这个流水线上下来的石头和沙子 那我们这些 我们的资源池呢 就像是一个这些桶 我们有的桶大有的桶小 也许这个 它们每个桶的适合的 这个计算的类型 任务的类型也不一样 那我们的应接加速器 可能桶比较大 它可以做一些 计算量需求 比较大的这个石头类型的业务 那我们的总的需求是什么 总的需求我们要 说我把这个尽量的装 石头和沙子 都尽量的这个利用起来 希望把每个桶都能够装满 再有的需求 就是说我们今天让它装的多 我们还希望它一个智能化 一个动态的处理 我们不是一种配置呢 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今天装的多 我们希望明天呢 它也能装的很多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设计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就是说基于OpenSSL 3.0 OpenSSL 3.0 是在推出的 是取代OpenSSL 1.1的一个新的版本 OpenSSL 1.1在今年9月份的话 会停止这个社区维护 现在主流的这个 Linux的distribution呢 都已经升起到这个 OpenSSL 3.0上面 像Ubuntu 像OpenOla 现在都已经是 OpenSSL 3.0了 所有的库也都在往这上面 在这个迁移 OpenSSL 3.0 在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上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固 就是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 这个Library Context Library Context呢 这个直白一点说呢 就是它相当于为每一个应用的 提供了一个自己的运行环境 那我自己可以控制 这个Library Context的里面 我加载哪些运算的机构 这个OpenSSL的语言 它叫Provider 我每一个Library Context 可以加载不同的 也可以是相同的 当然 每一个Library Context 加载我不同的Provider 那Provider呢 这边又有一个改进呢 它就在OpenSSL 3.0里面 Provider呢 可以说我 针对同一个算法的 多个实现 那我都可以一次性地加载进来 在以前的时候呢 是要求用户做这个决定的 我用了某一个 在OpenSSL 1.1的时候 我们叫Engine 那我想用 想用这个硬件加速器 那我只能 比如说一个AES的算法 那我用硬件加速器 那我就用 需要加载一个硬件加速器的 这个Engine 这个计算单元 那我如果不想用 硬件加速 我想用软件加速器 切换到软件加速的 那我就 需要再重新加载一个 就是它 重新加载一个 软件的这个Engine 它针对同一个算法呢 不能够说 我同时 有两个实现 放在这儿 摆在这儿 你轮番用 或者你根据 自己的需求来用 那OpenSSL 3.0呢 就解决了问题 它通过Library Context的概念 然后呢 在附加上 它有提供的这个Messor的Store 在Messor的Store里面 它是一个巨大的表格了 针对每一个算法 比如说AES这样的算法 我提供多个算法的实现 那AES算法可能有 算法一是一个软件实现 算法二是一个硬件实现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说 提供你足够的灵活性 你应用程序 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 我一次性把这所有的算法实现 全加在上面 然后我根据实际情况的需求呢 去选择这个 用哪一个算法 这样的话呢 就对于这个应用的开发 就非常的灵活 基于这样的一个 OpenSSL 3.0的基础的架构 那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说在OpenSSL 3.0的 Library Context的这个框架之内 我们提供一个 这个Load Balance Provider Load Balance Provider 做什么事呢 就是他把 他定义了一个 Strategy 就是一个策略 就是我对于 同一个算法的多个实现 那我需要有一种策略 来帮助我 去在不同的时机 识别不同的时机 去调用 去调用不同的这个实现 那我根据这个 当前的业务的状态 或者根据这个 硬件加速器 或者是CPU资源的 可用的程度 来这个决定 我下一个任务 下一个照 我发给哪一个 哪一个实现机构 它可能是一个 对应到这个 我们的物理机上 可能就是一个CPU 还是一个硬件 加速器的模块 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 那而且这里面呢 也解决了 我们刚才提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提供了 很多一些灵活性 这个灵活性就体现在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边 增加这个Strategy 就是一个调度的 在多算法之间 这个切换的 这样一个策略 而这个策略呢 是可以说 独立于用户的 应用程序的 那用户只需要指定说 我更关注的是哪一方面 比如说我关注的是 CPU和这个 硬件加速器的平衡 还是说我关注 硬件加速器的利用率 或者说我更关注 这个内存带宽受限的 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的 选择这个策略 然后这个策略 具体的实现和执行 放在这个OpenSSL里面 在应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呢 它是没有感知的 对应用程序来讲 它没有感知 在多算 实行切换的时候 前面主要介绍了这个OpenSSL 3.0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 联纳尔和华为共同开发的 一个针对硬件加速器的模块 这个模块呢 我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我们在 这也是一个开源的模块 其中这个Kernel的部分 也UACC的部分 已经是上传到了LinuxKernel当中 UADK呢 这是一个硬件加速器的 一个软件模块 然后呢 它现在适配的是 昆蓬920里面的 硬件加速器 希望未来可以扩展到 更多的ARM的合作伙伴 在使用这个硬件加速器 这个对上呢 就是说在OpenSSL或者DKDK里面 我们也都做了这个适配 在OpenSSL里面呢 它作为一个UADKEngine 加了一个这样的介绍的模块 到OpenSS3.0 有一个UADKProvider 那么整体的这个框架呢 就是 就现在这张图上展示的这样 就是我们在OpenSSL 3.0 橘色的这部分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 LoadBalancingProvider 通过这个Provider呢 它所实现的这个Strategy 来实现在软件加速器 和硬件加速器之间的 一个动态的这个切换 一个实时的切换 那软件加速器这里 主要指的就是说 多CPU的算法 或者是向量算法 或者是专有指令这样的算法 然后OpenSSL最上呢 它提供了一个 这个利用这个GDK里面的 这个Native GNI的接口 这边有两种 OpenGDK对 对OpenSSL的介入呢 本质上它也提供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它可以直接设置 这个 直接设置Security Provider 为这个OpenSSL 另外一种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GCE的方式 在毕生GDK的里面呢 我们在华为有开发一个 KEE Provider 它是使用的是这个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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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PI 不好意思 又按错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展示一下这个 调优的结果 目前的话是 这张图呢是 现在我们在 一个MD5算法上面 测出的结果 通过这张图呢 通过这张图呢 我主要想讲述的就是说 这个黑色这个曲线框的 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在 红色的代表这个CPU的利用率 这个蓝色的情况呢 我代表的是这个 整个的进行MD5计算的 这个带宽 就是Performance 那我在相同的 Performance的情况下 我对于不同的 这个利用多少CPU 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这个它在实际的情况当中 有几种 一种是 我这里的话是 只有一种MD5的算法 那实际的情况 也可能有 比如说AES啊 或者是SM4这样的 更复杂一些的算法 那对于应用程序的 可能一个需求呢 就是说我 我希望把这个 专用的硬件 因为专用硬件 它的这个带宽呢 也是受限的 也是有次元瓶颈的 我希望把它的能力呢 更多的用在这个 AES或者SM4上面 那对于那些 其他的一些呢 像Shar计算呢 或者是MD5这样的计算呢 我希望它更多的分配到 这个CPU上面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 能够说通过用户定义一个特略呢 来实现这样的分配 我们在这个 利用UADK UADK就是我们的对应的 我们的硬件的加速器 这样的能力 用UADK和这个 用软件加速这样的一个性能的对比 这个地方测试采用的是这个 HBase 2.5和这个Hadoop 3.4 Hadoop 3.4 因为是一个 现在还没有正式发布的一个 我们采用的是它的 snapshot的版本 在OpenAula和昆蓬上面 进行的本地化的编译 可以看到这里边 我们用硬件加速 能够得到很高的性能提升 这样的代表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 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分配给 这个 其他的算法 然后CPU 现在 节省了CPU 那我CPU可以进行其他的计算 或者保其他的应用 目前的话我们在 OpenSSL Load Balancing 还是在持续优化的过程当中 下一步的计划主要是 一个是说我们在 sm4 sm4这个算法 在OpenSSL Load Balancing 里面的这个 适配 和UADK硬件加速的打通 sm4是在Hadoop 3.4里面 新加入的一种 透明存储的这个 支持的一个透明存储的算法 在这之前 Hadoop 3.3呢 目前是只支持AES 所以在3.4里面的话 我们希望在发布的时候 跟它同步的能够 推出一个 针对sm4的 load balancing的 一个功能 然后 目前我们开发的这个 负载均衡这个策略呢 是在OpenSSL 3.0里面 我们提交了 这个 在社区当中 现在也有一些讨论 希望能够 得到更多的 用户的参与 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 动态 负载均衡的这个策略 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 在 GitHub 上面 在这个 pull request 里面 或者是跟 直接的交流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